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一点的这么一个方法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学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同学还是喜欢用这么一个方法 因为它思路很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局限性 继续来看看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样来看 这是一个紧接座的一个立体 对吧 那么这个立体呢 它是这样 中间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中间角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中间角 这边是一个均波货在Q 而这边上面呢 没有任何其他的在乎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立体呢 我们说它要求弯曲刚度尾EI 这么一根等值量 B点的劳度 以及B点左右界面的相对转角 也就是说只让你求这个地方 它的劳度 以及左右两界面之间相对转角 那么我们现在看见一个叫相对转角 有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到底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积分法 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 对吧 当然前面的例子 愈显简单一点 那么这么一个立体呢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说积分法 首先想到的是这个 EIW2P 等于负的M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掌握的这个类 而且我们在上一次课给大家特别强调 那么这个公式的使用 它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坐标系 Y轴的正向向下 而且对于一个结构来说呢 我们往往建立一个坐标系就可以了 因为这为啥我要强调 只建立一个坐标系来 因为后面我们比如说 大家学到能量法 这么一些内容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问题里面 有几个坐标系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不管怎么说 一段还是一个坐标系 那么现在我们这儿特别强调 整个结构只用一个坐标系 而且Y轴正向向下 对吧 你看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然后我们来写弯具方程 写出弯具方程以后 用我们的这个 劳虚线近似微分方程 写出这个近似微分方程 然后积分就死了 把积分常数一求 那么说起来这个思路真的是很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题呢 主要还是来看看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到底怎么做 有中间讲 对吧 那么对于AB段 它的弯具方程怎么写 对于B C段 弯具方程又怎么写 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大家很多同学 这个题的主要目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除了要 会正确地使用这个积分法以外 还有一个关于中间角 再一次强调一下 对吧 那么中间角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好好想想 中间角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它切开 对吧 那么这个中间角假设我们切开 这是我们以前应该说 在上一章里面 已经见过中间角这种做法 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呢 通上情况下 对吧 有一个F X 有一个FY 那么对于下面这一个呢 那么它实际上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么这就是我们切开中间角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还需要把原来的这些载火给它加上去 这是Q 那么这边是没有载火 但是我们枝反力可以先给它标上 那么这是最一般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是叫做固定端 这边叫做活动角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进行求解的时候 那么怎么来写这两端的弯曲方程呢 那你要写弯曲方程你应该把FY要求出来 如果我们按我们常规的做法 按常规的做法 FY应该就求出来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 这是C点嘛 对吧 这是B点嘛 这是A点 那么FC呢 等于多少 FC 也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是等于0的嘛 如果要强调一下方向 FCY 它是等于0的 你对这一点取句嘛 所以说整个上面没有作用任何外在火 所以说 大家 我想 这种情况 一根 一根梁 我们很多同学都是会的 关键是要把中间角把它切开 那么这是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 相当于这个地方再次强调一下 所以说这个题呢 我们在这儿这样分析一下 那么既然它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坐标系已经建好了 对吧 那你当然 你在这一段这儿切开 那么这就是你的X 对吧 你取右边这一段为分离体 那么你得到的结果怎么样 这是 这个是0嘛 对吧 这个地方有简粒有弯矩 当然简粒弯矩都等于0 所以说MX等于0 这仅限于BC段 那么对于AB段呢 那你当然要把这个求出来 水平方向求平衡 所以是它等于0 对吧 数字方向求平衡 所以说它也等于0 那么当然它等于0 它也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就比较好住了 你在这个地方切一下 这个距离为X 那么用截面法去分离体 可以很快地写出它的 忘记方程 当然 由于这些东西都等于0 你这个 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分离体 对吧 这是简粒 这是玩具 那么这个长度呢 我们来看是L-X 对吧 L-X 那你要写出来也是很好写的 所以说这个MX 是等于多少呢 正来负来 负的 对吧 2分之1 Q L-X 平方 所以说这样我们就把这两段的弯矩方程给它写出来 当然这种做法呢 我们说使我们大家在前面学过中间脚以后 我们假设把中间脚切开这种做法 可以说这种做法大家觉得也很容易学 而且也是最常规的 那么这样来写出弯矩方程 然后代入我们的牢曲线禁止回分方程 然后进行积分就可以了 那么确定积分长数嘛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到底是怎么做法的 实际上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做法 你看对于AB段来说 当然它的X取出范围0到L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切开 对吧 有一个X位置给它切开 那么你可以写出它的弯矩方程 你看直接就这么得出弯矩方程 那么是原因活在呢 你看啊 最根本原因是这样 它把它整个看成一根梁 那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的 整个把它看成一根梁 这个地方有没有制反力 没有 对吧 没有制反力 因为对这些人取决 它还是一样没有制反力 所以说整个看成一根梁的做法 变相的用到了这个中间角的这么一点点内容 那这种做法也是可以 但是对中间角的分析呢 不是特别的清晰 所以说我在黑板上给大家写了这个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好好理解 理解 对吧 中间角通常的做法 或者常愧的做法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那么这个题目里面 没有特别强调中间角 是不是就不可以做了呢 还是可以做了 只是解题方法多样 对吧 那么我们得到了弯矩 然后得到我们的牢曲线近视纹分方程 对吧 然后积分嘛 所以说积分一次 得到我们的这个叫短角方程 再积分一次 得到我们的牢曲线方程 这里面出现了C1和D1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段 对吧 那么由于弯矩方程 你不能直接走到BC段去 BC段弯矩等于0 对吧 明显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BC段 我们可以写出弯矩方程 它就是等于0的嘛 这就是BC段的弯矩方程 然后我们也是同样的 写出牢曲线近视微分方程 积分对吧 积分一次 积分两次 可见的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时候牢曲线方程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一次函数 X的一次函数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条直线 直线表示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发生变形 没有发生变形啊 对不对 它只是因为这个B点 往下移动以后 那么BC段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钢体位移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大家好想想 是不是啊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 弯矩等于0 你弯矩都等于0了 这根杆它是不受力的啊 不受力怎么会发生变形呢 是不是啊 那么也就是不受力 既然不发生变形 但是它出现了位移 所以牢曲线 不一定等于0 也就是牢曲线方程 不一定等于0 因此 我们说这种情况啊 它是发生了钢体位移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得出来的这个 现在我们只需要确定 这四个疾分常数就行了 C1第一 C2第二 那么我们现在 所有的条件是什么 A端 这是一个固定端 当X等于0的时候 什么东西等于固定端来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固定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 它在这个地方 既不会发生牢度 也不会发生任何位移 就是说任何位移都没有 那么在我们梁子里面应该什么 也就是牢度和转角 所以说 X等于0的时候 牢度等于0 转角等于0 那么还有一点呢 X等于2L的时候 也就是说B端 也就是C端 C端 所以说我们的约数条件 X等于0的时候 牢度转角都等于0 对吧 以后大家看我们的转角 直接就写W一匹了 都不写θ 对吧 这个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C1第一 给它算出来 当然这个时候 X等于2L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叫做 劳度等于0 因为它是活动角嘛 对吧 活动角 那么劳度等于0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还可以求出这个 但是你这个还差一个方程呢 还差一个方程 我们只能用什么 约数条件 也用完了 那么只能用 所谓的连续条件 那么在这个B点 它有什么样的连续条件呢 劳度等于0 对吧 它应该是劳度等于0 这个地方 转角为啥不等于0呢 我们通常大家 前面看见的连续条件 对吧 劳度相等 劳度相等 不是等于0 对吧 劳度相等 转角相等 在这个地方 左右界面劳度相等 转角相等 左右界面劳度相等 转角相等 这是以前所看见的 那么由于有中间角以后 什么东西不存在了 转角 不相等 对吧 或者叫 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个地方 转角是不会相等 但是 劳度还是相等的 因此我们的连续条件 就变成这个样子 X等于L的时候 对吧 劳度相等 由此得出最后一个方程 对吧 最终我们可以进行求解 所以说 CRD2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劳曲线 方程不就求出来了 但这个题还要求什么 B界面 它的这个左右界面 左边右边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角啊 对吧 它这个角 左边右边 它转角不一样 那么它的相对转角是多少 那么我们要去算一下 那么你就把左边的界面 左边的转角方程都有了 我们把X等于L的时候 带入W1一撇 对吧 然后X等于L的时候 带入W2一撇 那不就得到它的转角吧 然后相解 那不就是我们的所谓相对转角 对吧 所以说具体思路啊 大家看见我们是这样做的 这是把这个B界面的转角 你看W1一撇 对吧 得到是这么多 B界面的相对转角 你看W1一撇 减去W2一撇 对吧 那么就得到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呢 这是我们的牢曲线函数 牢曲线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可以卡一下 你看 牢度 对吧 牢度 这个地方把这个方向给你标出来 牢度 B界面牢度 然后B界面 左右界面转角 W1一撇 减去W2一撇 对吧 那么我们得到它的左右界面转角X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它的所谓相对转角 那么题目里面是这么跟我们说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把它整个变形情况画出来 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 这条红线 那么这是它变形以后的结果 对吧 这条红线是它什么 不能叫变形呢 这块叫钢体W1的结果 那么实际上整个这根梁 它的变形情况是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大家可以说 可以注意到应该说 就是这样的问题啊 在积分法里面 看起来是否很简单 但是你真要去解12D2 还是要费点功夫 对吧 还是要费点功夫 那么这是这个立体 下面再来看一个立体 作为积分法呢 这个立体实际上呢 我们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 大家再看一下积分法 到底解题是怎么解的 第二个目的 我们一会儿做的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题 实际上变相的 要求最大劳度 这么一个问题 最大劳度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于减质量 这是工程里面 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对吧 那么对于减质量 对于这个题 我们要用积分法来解它的 所谓确定最大劳度和最大转角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劳曲线方程 来确定的话 大家好好看看怎么做 这块就做得很简单了 我们坐标系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只需要写出弯曲方程对吧 那么弯曲方程在这个AD段和 DB段 那么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两段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先把直反力解出来 然后AD段的弯曲方程 你看把X写出来很容易 然后呢积分一次积分两次 那么得到它的所谓的这么一个方程 就是劳曲线方程了 就是劳曲线方程了 然后DB段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写出它的 这个时候X就这么长了对吧 从起点从A点开始 那么它X这么长 这是切开 你可以得到它的弯曲方程 然后劳曲线维分方程 近视维分方程对吧 然后积分 那么这就跑出来 C1D1C2D2 那么四个积分常数 那么这四个积分常数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题有几个 约束条件 只有两个 连续条件在这个地方 对吧 左右 当取W1和W2的时候 怎么样 劳度相等 对吧 W1一撇等于W2一撇 在这个地方 转角相等 这样就四个方程 四个位置数 可以说 大家想象这样做的 确确实实是很方便的 这是它的连续条件 对吧 连续条件 X等于A的时候 你看 是吧 这个时候可以写出 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呢 约束条件 X等于0和X等于L 那么得到的结构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们最终 可以得到我们的最终结构 你看 AD段 转角 方程 对吧 AD段 D段 牢曲线方程 然后B D段 转角方程 劳度方程 那么实际上就是整个 这个减值量啊 受到集中力作用的减值量 我们把它的这个 这个劳度方程 转角方程 整个是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现在题目里面 它要求什么 刚才我给大家特别强调了 它要求的是这个 最大劳度 最大劳度 到底是多少 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那么大家去想象一下 实际上 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怎么做呢 既然方程都已知了 你说 可以怎么做啊 对吧 你看 劳曲线方程 转角方程都已知了 要求最大值 W就是用数学的求极值的方法 对吧 用数学求极值的方法 当θ等于0的时候 不就是WEP等于0的时候吗 WEP等于0 那么它就是取得极值点嘛 所以说这个思路 应该说比较简单 那么现在我们就让 所谓θ等于0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 这是它的方程 当A大于B的时候 我们一个个来讨论 当A大于B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A大于B的时候 当A大于B的时候 当A大于B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力啊 更靠近右端一行 不在中间 而是靠近右端一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最大转角 也就是你大不了把我们 这个带进去嘛 你看从这个物理上面 很容易看到 转角的最大值怎么样 一定出现在A或者B 那么我们分别把θA和θB 算出来就是了 所以说很容易的得到θ的最大值 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很容易 但是对于劳度的最大值不太好住 对吧 劳度的最大值 那么我们同样 WAPA等于0 对吧 刚才说的 就是求它的极致嘛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把 我们的这个x这个位置啊 最大劳度出现的位置 给它算出来 它是等于这么多 它等于这么多 那么到底这么多是多少呢 那你把它带进去 把x等于这么多 带到我们的劳度方程里面 那么带入劳度方程里面 就可以算出结果 你看带入劳度方程里面 得到是这么大一个结果 这么大一个结果 当然这就是当A大于B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把这个 最大劳度实际上已经算出 但是这个题的目的不是这样 下面我们来看看 继续分析下去 继续分析下去 题目按道理做到这一步 已经做完了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下去 是什么意思呢 当再或接近于右制作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集中力 往右边制作靠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面有A有B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B越来越小 A越来越大 A的最大值大不了就等于L B的最小的值就趋向于0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当我们这个B很小时 就是靠近右制作的时候 那么你把这个带进去 近似等于0.0642 Ei分之FbL平方 当然你这个B不能说 你完全就着用在右制作上了 着用在右制作上会怎么样 那这个B等于0啊 那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说B必然是有一个存在的 只是它比A小得多 相对来说小得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果 那么这是通过我们的分析 得到它的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再注意一件事 当X等于2分之L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这根梁的跨中 对吧 正中间 到底这正中间 它的劳度等于多少呢 可以简单算一下 这个等于0.0625Ei分之FbL平方 你看这个区别怎么样 一个是642 一个是625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误差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我们以后啊 大家看对于减质量 以后再算这个最大劳度 到底以什么为准呢 到底是以这种算法为准 还是以这种算法为准 很多同学实际上 已经知道了对吧 我们之所以要注这个 主要目的就说明 跨中这个截面 它的最大劳度 也就是跨中截面的劳度 可以用来替代最大劳度 中间有一定误差 但是这个误差已经非常小了 对吧 误差非常小 所以说以后大家看见简直量 最大劳度在什么地方 最大劳度出现在跨中截面 那么这是我们作为工程为背景的一种说法 那么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晋晒 力量竞赛 他就这么做了 让大家去求最大劳度 结果我们很多同学就吃了亏了 就说我刚才说这句话 对吧 吃亏吃亏在什么地方 我们以后大家就认为最大劳度总是出现在跨中截面 但是这是工程的说法 所以说我特别强调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 所以说那次晋赛答这个 直接答跨中截面的同学 那就被扣分了 因为标准答案是要这么算 也就是要积分法折成一通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大家以后碰见这种问题啊 我们要稍加小心 看看到底出现在什么 什么样的这种问题里面 对吧 那么我们脑筋里面要有这个认识 最大值实际上并不一定发生在跨中截面 我们只是用这个跨中截面 这个劳度来替代最大劳度 这是以工程为背景的一种说法 以工程为背景的一种说法 所以说是工程上面这种说法是完全合适的 就像我们前面的一些近视一样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这是这个题的一个目的 因此你看在减资量中 只要劳曲线无拐点 即可由终点劳度来代替最大劳度 这是减资量里面 这是我们前提啊 以工程为背景 那么当载或总用载 我们说以后就看见了在量的终点处的时候 也就是说A等于B等于L分之L的时候 那么这个劳度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这么多 48倍Ei分之L平方 FL三次方 这是我们以后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表达式 只要求减资量它跨中最大劳度 或者说跨中劳度 或者说最大劳度 那么大家就用这个表达式来算就行了 那么最大转角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由于你这个力作用在正中间 对吧 假设作用在正中间的时候 那么两边A字座和B字座的转角 大小是相等的 方向只不过相反的 对吧 这是这个题 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这个 因为我们以后经常要遇到 减资量它的这个最大劳度 或者叫跨中劳度 就是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疾分法 对于求减量的这个劳度或者转角呢 它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方便的好处 就是说可以了解全貌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 但是它有一个难点 或者叫麻烦点是什么呢 如果是两段出现四个疾分上主 四段呢 那就是八个疾分上主 对吧 疾分上主越多越不好做 那么由约束条件和连续条件来决定 你到底这些疾分上数怎么解 反正就是说如果你八个疾分上数 你就要找到八个方程 对吧 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注意 那么坐标原点一律放在左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建立这么一个叫做 这种劳曲线近似微分方程的时候 在求弯距的时候 那么就用这种坐标系来求 只有这样呢才不容易出错 这是一种我们的助法 第四一点要特别注意 X的范围到底是什么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些 我们所可能遇到的一些题目 说起来也就是积分法 积分法可能它的局限性 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系题 那么如果用积分法来解 大家看要分几段 当然 AD 对吧 DB BC 三段 三段六个积分上数 三段就是六个积分上数 那你就要找六个方程 所以说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什么 约束条件 那么W等于0 也就是劳度等于0 这个地方也是 因为它是角 只有劳度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六个积分上数 你现在只找出两个这么一个叫做约束条件 还差四个了 那么这四个就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劳度和转角相等 对吧左右界面 还有在这个地方也是 都是你人为划分的 也就是我们弯具方式写不过去的时候 那你就要人为的把它分段 那么这就是积分法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试试 你这个题如果在二十分钟之内 大家能够把它解出来 可以说这一节你就学得很好 我们不要求你再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也就是这种做法可以说 它已经是比较麻烦 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数学功底好的同学 还是愿意 可能很多同学还是愿意这样做 对吧 但是前提你数学功底很好 不怕麻烦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去做 当大家以后走入这个 比如说以后去当一个工程师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这种做法 你肯定是不愿意去做 这是第一个题对吧 第二题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 这也是工程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减质量现在有三个例作用 对吧 三个例作用 加上两个支反例 这两边是支反例 大家看分几团 一二三四 你都分四段了 四段就会有八个积分长数 对不对 八个积分长数 那么我们在求解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要找八个方程 那么八个方程一个是在这儿 对吧 劳度等于0 劳度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约束条件 连续条件呢 在这个集中力作用的地方 一个左右界面 劳度和转角相等 两个 三个 四个 对吧 三个 一共这么就是 总共是六个 对吧 三个 这个 位置的 劳度相等 转角相等 那么就是六 这就是六个方程 然后 这两边 约束条件 两个方程 所以说八个方程去解 八个积分长数 可能已经有同学不愿意做了 对吧 这个很麻烦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呢 怎么样 一二三四五个力 然后还有分布在乎作用 十二个积分长数 因为你分了几段 六段 分了六段 十二个积分长数 那这个求起来 可能我想在座同学 没有谁愿意去解这个问题 说起来还容易些 当然如果是每个集中力都大小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这个就是十二个积分长数都老老实实解 如果我们掌握对称性呢 这个题还可以稍微省点事 那么这是可以说积分法解题里面 我们说它的一些缺点 有的同学 我说了 有的同学还是很愿意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积分法 到底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来看看这个题 这个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叫做 钢架 平面钢架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个集中力F 那么在这个地方 总有集中力F的时候 这个钢架 可不可以用积分法来进行求解呢 大家想一下可不可以 实际上 这是可以的 那么怎么解呢 当然你就要找到你的坐标原点 那么我们可以把A点 当作坐标原点 对吧 建立坐标系 水平方向X 数值方向Y 你把这个坐标系建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看见的 BC段就是一个凉 对吧 那么BC段的这个弯具方程很好写 写出来以后 带入牢曲线近似微分方程 然后积分 这个时候出现两个积分上数 对吧 两个积分上数 那这个没完 你还要算AB段 AB段的 完全方程会不会写 会写吧 记住坐标原点在这 你这上去这个距离是Y 这个时候积分 是要对Y进行积分 对吧 那么 所以说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写出来的这个 弯具方程 它是含有Y的 不再含有X 不含有X 对吧 就是含有一个Y的 那么 只不过我们这个时候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题啊 还会更简单 它的这个弯具方程 在这个地方你切开一起 写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呢 M等于多少 弯具方程 M等于这个 负的F乘上A 对吧 负的F乘上A 它和Y 本来我们是说对Y进行积分 但是呢 它和Y没关系 但是这更麻烦 有的同学 在做这个 采用积分法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出问题就出在这儿 他这个时候不知道对谁积分啊 他去对X积分 X里是这个啊 我们实际上只能对Y积分 对吧 对Y积分才能得出 A B段的 牢曲线方程和转件方程 那么这样呢 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 四个方程 对吧 分别是 A B段的 劳度和转角方程 A B段的劳度和转角方程 但是出现几个积分常数呢 这个地方一段 这个地方一段 实际上我们出现了四个积分常数 这四个积分常数 这个地方 劳度等于零 短角等于零 当然这个劳度是这个方向的 对吧 X方向的劳度 劳度等于零 短角等于零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写出两个 这么一个叫做 约束条件 那么这个连续条件在什么地方 连续条件在这个地方 B点 特别注意我们说的是叫缸架 什么叫缸架 再回忆一下 所谓缸架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直角 永远都保持为直角 那也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B这个地方 它的转角 这样转的哈 它这个转角是这样的 那么一定是等于B 在这个地方的转角 也就是AB段来算的转角 它也是这样转 它们是相等 还有一个 那么我们还差一个条件啊 对吧 还差一个劳度 那么这个劳度会怎么样 大家好好想想 一共四个条件 你才能确定四个级分上数 你这个地方只是说 这是缸架 缸架嘛 这个变形的时候直角 那么我们这个变形 这个过程是什么 大家好好想想 我们把这个画一下 可能才更好理解 对吧 那么通常情况 我们画出来应该是这样 大家看我这边为什么画一条直线 是表示没有在它这个集中力中央的时候 它自动完成了这个形状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先考察 这一段 这一段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劳度 这么远 这是它的一个劳度 这是我们写成WAB吧 对吧 在WAB这一段 它在这个方向 方向显示了劳度 这个方向呢 这个方向它为什么 我们说这一点没有劳度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 我们相当于是这样 把它看成一个悬臂梁 所以说上面这一节 我们看见的似乎是这么一种情况 一个悬臂梁 对吧 这儿看见的是一个悬臂梁 悬臂梁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变形 它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我们这儿永远是直角 在这儿画的这种情况 永远是直角 在变形前后 它永远是直角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点所形成的劳度 只能是水平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点 它在形成劳度的时候 是这个 那么这一点形成的劳度呢 只能是它 那么用积分法进行求解的时候 大家看看 能不能解得出来 实际上 那么我们看见真正的 这个地方的连续条件有几个 只能用这一个 只能用这一个 因为你是钢架 你只能用这个地方的 转角相等 你还能用什么 你可能用不了 那么还差一个方程怎么办 好好看看 变形情况 你只能画成这个样子 因为小变形 线弹性范围 对吧 还有一点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样画 它实际上是没有考虑 所谓的轴向的 这么一个变形 对吧 也就是说 轴向到底是由谁造成的呢 轴向是轴力吧 所以说 轴向的这个变形 是等于0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 看见的时候 这个水平方向等于0 对吧 这个地方呢 你要写清楚 它也是有一个 轴向变形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你在写这个方程的时候 得到这一点的 劳度怎么样 实际上 这一点如果要有劳度 它是要等于0的 对不对 当然前提是 水平方向的这一根 而数字方向的这个呢 它这个方向是有劳度的 只是它的水平方向的 这个地方 完完全全就是把它看成一个 相当于这么一个 悬壁梁 对吧 旋壁梁的固定端 所以说固定端 本来转角是不会变的 但是由于这个地方 有转角 那么所以说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形 结果 但是这一点 我们的 应该说叫做 bc段 这个地方的劳度 是要等于0的 对吧 你看它是等于0的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 学会画图 画变形图 你看我们在很多图里面 最终我们算完以后 是要把变形图 大致的变形图 是要给它画出来的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 关于积分法 积分法弄出来以后 然后把它 这个大致的变形图 给它画一下 做个两三个练习就可以了 积分法 还是我原来说的那个 就是说 我们对积分法 它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是由于解题 比较麻烦 所以说 我们很多情况下 不太用它 如果你觉得积分法很好用 比如说 你有的时候觉得 两个积分长数 或者四个积分长数 不难 你愿意用积分法 我们也不反对 好吧 好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